今天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科考船 圆满完成了中国2019年深海大洋科考任务返回广州 海洋六号船自今年5月30号从广州起航 在122天的时间中 先后在西太平洋及中国复古节鞘合同区 实施了多波数地形测量 浅地层抛面深海浅钻 海洋重力测量等多种深海地质调查